各位評審老師好 我的編號是151601 首先我來介紹一下我們設計這個的概念 我們有兩大重點 第一個就是出散交通和災難的地方 那首先 首先我們的發想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物聯網的方式 去連接中統系統 然後把各個入圖的資訊 傳送到一個中統系統 然後在發生的期間 給各個入圖的資訊 然後或者是有自動偵測 還有自動的資訊 然後第二個功能 功能我們改善交通 就是疏通車流浪的功能 我們要做到的是 偵測車流 然後過來回報給主通系統 去處理 然後接下來呢 就偵測它的車流浪 然後去改變它的秒數或是更好 假如說這邊 這幫的車子很多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讓這幫 先從紅的 也從綠的 先讓這幫 沒解決錯了 它現在是預防危險 你會偵測各個入圖的溫度 濕度 亮度 那假如說亮透不暗 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 在每個入圖的上面有個燈板 就會提醒用路的一些 警示的表現 然後呢 第三個我們材料用到的 有 濕度計 還有超越錄 還有光線控制 還有 綠燈 還有LCD 還有修正 之類的 接下來由我來介紹幾個 警示的運作流程 首先呢 我們會用超越錄來偵測所有的車輛 接下來呢 回報中控系統以後 我們還有另外的功能 也就是偵測下雨 以及偵測似乎K10 來提提使用者 請他注意小提一點 那我們的步驟是這樣子 我們的十字路口分為AB道 那呢 現在是A道紅燈 所以呢 假設B道紅燈 假設B道停的車 那A道沒有人的話呢 他會提前讓 提前讓這邊綠燈 然後呢 這輛車就可以走了 那呢 這時候呢 假設兩邊都沒有燈 而且這段時間呢 超過了一定時間以上 我們這邊設定的是15秒 他會自動切換成 切換成另一邊綠燈 然後這一邊變成燈 我們會依據所有的車流量呢 來調整他所需要的紅綠燈時間 並且呢 有時候在天黑的時候呢 他會顯示 請你注意 還有在下雨的時候 濕度上升的時候呢 其實也會 其實也會請你注意這個 注意警示 下雨 就是因為濕度這邊可能沒有辦法限制 但是假設這邊濕度夠的時候 他這邊會緊緊用路的一些提醒 另外呢 其實還有製作這個 就是防磕睡的提醒 那我們這邊調整呢 就是假設架子沒有握住方向盤 他就會一直 風靡器 叫來提醒駕駛者 要注意的 那呢 只要放開方向盤呢 他就會 他就會一直在那邊叫 所以呢 方向盤 駕駛才不會打那個事 你這種這種字體呢 說一個系統 就是假如說 車子上都有配備這種的話 你就可以透過護原網的方式 假如說 把這個呢 假如說沒有握住系統的訊息呢 把槍尾中控中心 然後中控中心再發送給各個路口的封鳴器 然後當那個車輛的時候 接近那個路口的時候 他就會發出封鳴器 緊緊 那時候再開車呢 司機要注意或警方向盤 就是把 就是 你會彙整各個資料 然後轉動到中間 然後再發送給各個路口 就是判斷 然後這是我們 有一個物聯網的方式 就是呢 我們會偵測濕度 溫度 尺度 量度 還有車流量 然後到一個中控中心 然後中控中心 經過程式的處理 放過一次之後呢 會發送出來 時間到 那 你這個 有跟 什麼結合 因為我剛才都沒有看到你的東西 反正它只是顯示 這個溫度 其實呢 我們現在 並沒有在軟體上面 做出太大的 發展 因為呢 我們目前呢 是想說呢 可以在 可以在道路這方面 做出 預防 還有 還有疏通這些車流量 那呢 未來呢 我們會 加到一些電腦 或者是 軟體上面呢 就可以結合這種 像是 或者是 任何螢幕 都可以 結合到我們 這個 其實我們螢幕 有做一些發展 就是螢幕可以模擬 駕駛式的 它的視野 去做一些 而且 假如說當 濕度到達一定的 時間的話 到 濕度到達一定的 控制範圍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 變成 雨天 那假如說 亮度夠的話 那它可能就 轉換場景變成 出太陽 不過因為現在濕度跟亮度 可能都有一些 物體的關係 所以你要把它展現出 就是 不過我們有 是有寫這個程式 所以它其實就是 某一個架式 長的代表 那有人想到濕度 那濕度你們是射多少 雖然說 你說現在沒辦法測 濕度是射多少 那是有根據的嗎 我們這邊 濕度呢 我們就是有一個標準 那我們這邊呢 會有一個訊息 就是說呢 它會提醒你 從風空系統 傳來的一個訊息 你只要呢 它濕度高於某一個值之後呢 就會 就會轉換背景 就變成 出太陽的樣子 這樣子的 就是這一個 就是有 比較有太陽 而不是在下雨 這個沒有做出來 呃 是你把背景先弄好嗎 有程式做出來 只是因為濕度 有不到那個地點 所以 有完成 有完成 但是現在沒辦法摔 有辦法 對 因為腳本腳麻煩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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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次的部分呢 是我們過去 過去製作的高材料 這個 新型發展 但是呢 現在呢 就是我們 我們 有做調整 是設備這邊的 最強勁性的 這個盤店 所以呢 就是我們把它傳掉 原本想說呢 就是傳在這邊濕度 然後我們濕度呢 就可以直接 交換過來 就是在 改革濕度大力 然後 那種情況 但是呢 我們的話 我們這個 對呢 就是三標 是在 游客 製作的 所以我們三標 所以你覺得你最大的 在安全的提醒上面 是在哪個部分 安全提醒呢 我們有做到 亮度還有 下雨天 就是可見度降低的時候 然後呢 我們會特殊電力 還有 LCD 螢幕做什麼 另外呢 其實 輸出車流量 其實也很大 很大程度上 有幫助了 有幫助了 減少交通失度的發生 就是 我們剛才的就是 那個 打課稅其實 就會假如說你 喝醉酒 或者怎樣的精神狀況 不是很好的話 那 這個地方呢 就是 駕駛腳 不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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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傳給你重重重 然後呢 回傳到一個 一端系統 然後一端系統 再根據 看那個車主 因為GPS定位 看那個車子 靠近哪個路口 那那個路口的 聰明器就會響 然後提醒那個 站在 兩顆睡的那個人 要騎 因為那個聲音 這個是有速度 就會有動作 是不是 你這兩個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然後呢 你從碰上去之後呢 它就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沒錯 謝謝 謝謝